翻譯 接下來第三項 善於狡辯 要拼的人 有的人真的要拼過骨 明明輸也要拼得贏 善於狡辯的人 個性是什麼個性 好勝欣強 應我陪陰輸 好勝心牆有時候輸了很難看 好勝心牆我剛才說的比例一樣 好勝心牆因為沒有輸 像說伯國標都輸了就輸了 那個大事以起 我們就知道不便便是豪窕 輸了就輸了 有的人就不輸 所以我們以前老頭都跟我們說 好 整成功輸了之後 産嶼選不出就這就要便便就對了 所以善於狡辯也算是一種非常恐怖 很恐怖 所以善於狡辯的範圍很嚴重 不是只是想要變得贏了 是如何碰上哪一種情況之下 也算是善於狡辯 我來比喻一下給各位同學這個參考 正經我的孩子 他在國外留學他打去什麼 經濟的啦 我想說那些經濟的都是理論 我總是從我的管理的事情 多少在說給聽 如果說給聽 他是怎麼在幫我贏 結果都讓我把他抖掉 沒人對他說 然後呢 我知道他可能很鬱 跟那個晚上我來照他說 孩子啊 這樣爸爸早上 沒人對你說的時候 你的骨子也不會 坦白說 爸爸不會跟你生氣 他說要不會 爸爸 我想要說一下 你就都把我拆掉 沒人對我說 他說 我才說 你這樣算善於狡辯 要說話就對了 要說話 你應該是 爸爸在說話的時候 我們剛才有說要聆聽 的耐力 就是要聆聽 對方說話 你要聽我說話 說到什麼 之後你要怎麼回答 爸爸你剛剛給我講的不錯啊 給我增加了不少的智慧啊 那麼換我來講我的看法 我的看法 如果不對的地方 你怎麼把他糾正這樣啊 你像這樣 我怎麼有機會 跟他 沒有機會嘛 他說不是 我怎麼在說 他怎麼在跟他贏 這樣我都 打斷我的話 因為我說不好 這就叫做沒有尊重對方 所以我跟他講 他要甚至跟你出來外面走路啊 出來外面走路 你的長官 甚至跟你玩弄 你沒有這樣做 甚至跟你玩弄 甚至跟你玩弄 我們一般玩弄弄 要怎樣 眼鏡一聲就翻三九百起來了 就跟他引起你 一般差不多正常 無收的人都這樣 但是我要讓我孩子 知道這個道理 事實要這樣做 對於他才有幫助 甚至跟你玩弄 你那是怎樣 聆聽到底 外頭聽到尾 都沒有跟他們翻幾歲 連要讓他說到一段路 算了 你的 安心的 郵圓 住了非常辛苦的 安心 一點就沒有萬言 閹調 郵圓很辛苦的閹調 把你的長官 長官回報 總的 還是董的 這事情 這樣這樣 改遷 對方 會覺得怎樣 哎呀 我們剛才這樣 跟你玩弄 也要整半步 竟然是跟你玩弄 所以你都不跟我計較 所以 他欠你的錢 會覺得非常多 這樣 所以 這種人 如果 做官 如果 政府機關 做官的人 成官都是這種人 如果 我們做社會 做生意的人 加薪水 薪金 多少 還是要生金 出貫通車 也就是一種人 如果 像各位同學 有這種耐力 後來要提早 加薪 提早 讓我們休息 也是一種個個性 這叫做 收 這叫做 涵揚 這就是我們剛才在補充 他說開副主委 目前 已經有出租一個名書 在你的面前 在你科試 讓你機會難逢 機會難逢 讓你有一個表現的這個機會 既然你把他放棄 不去他運用好事 再跟他 聽人 比別人 讓這個主管 我要去世 他雖然玩弄你 他會覺得 好 我雖然是玩弄你 但是 你全國在建材人的面前 也讓我這麼難看 啊 水也不欠水 我也沒欠你了 連你就把你打一個標籤 那標籤 已經對你的印象不好 你這個人態度不佳 這就是態度不好 這善於狡辯者 這個恐怖 就是這樣 所以有時候這個可以多多運用 那麼第一次這樣是態度不佳 這就是我們要說態度不好 態度不好的人算失敗 態度不好的人 大部分都什麼人 比較少 這也不是說百分之百 但是大多是耶 以科學根據 態度不好的人 大部分 什麼人 聰明的人 聰明的人 IQ好的人 聰明的人 態度比較不佳 他都很厲害 高高在上 因為所有人都對 那種人比較壞 距離 所以美國曾經 要做一本EQ學跟IQ 要研究這個EQ學 有去調查過一百位 主優生 一百位主優生 那IQ都很好啊 出去社會吃頭路 聽到三四檔去調查過 剩下十四檔 七八個而已 為什麼這樣 這人很聰明 IQ這麼好 又在學校都做優生 趕快 我去找一個社會吃頭路 吃不掉 為什麼 就是我們剛才有說 他因為他很聰明 他說的話 都要聽他 不聽他不爽 但是 別人說他因為他不要聽 因為他都比較厲害 所以跟他人都比較沒有 格格不熱 所以他就離開了 沒有辦法 所以我們有時候說 要學這個EQ EQ EQ就是可以學 人際關係 EQ就是說 人際關係 宿面 可以說 外 外援 內方 對自己的要求好 但是對我一定要圓法 所以EQ 學好的人 代表人 人際關係很好 跟大家 做會吃心吃 他不會去得心人 IQ 好 聰明 比較有得心人 比較定人 所以這個態度不佳 就是說 非常恐怖 吃頭路 這是時間的關係 本來 我有好幾項 也可以比喻的 曾經 我有曾經 我也有介紹過很多朋友 這個吃頭路 IQ 很好 我看他本學 嘿 那個朋友說 翻出來 這種個性 跟他的遭遇 你呢 完全沒有詩上寫的一模一樣 沒問題 所以這個朋友呢 經過呢 我這樣子給他勸導 然後他也自己想 他已經開悟智慧 精通了 老闆又怎麼說他就很鬆懷 所以已經過了非常好 所以有時候來在跟他說 非常感謝我 我怎麼回答他 不要感謝我 我要恭喜你啊 我給他恭喜啊 為什麼我恭喜你 是你厲害 不是我厲害啊 所以啊 我們在這啊 各位同學啊 我今天在這邊講啊 希望你們 當有一天 你們轉向變好啊 不是在台上說的人厲害 或是我們師父厲害 就是你們 還是你們厲害 你們的腦筋啊 已經轉變了 你們已經有在變 心想事成啊 你們已經知道 該怎麼做 已經會變了 會變得很快樂 這是我們今天的主題 人生失敗的四大原因 或是接下來呢 我們來講啊 人生五大的健康 五大健康 健康啊 第一項 我們要講家庭的健康 我們這邊 先來講第一項 熱體的健康啊 熱體的健康 一個人 沒有擁有的熱體的健康啊 財產億多萬元 油圓 沒露營 那要在這裡的健康 目前的社會呢 都是怎麼樣 都是說要島上來前跑啦 要不然來吃健康食品啊 吃健康補品啊 都忽略啦 後面四項的這個健康啊 就精神上健康 家庭的健康 還有經濟的健康 社會健康喔 他們都忽略這四項喔 實在是這四項呢 最大幫助到我們 肉體的健康啊